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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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禮拜在試講的時候 我和總召閒聊 發現R0設備太多了我會很緊張 所以我和他說感謝神我在R2 結果才剛開始就發現這裡坐滿了 有點瘦寵若驚 好 那等我一下 滑鼠在 好 那我就先把這滑鼠移回來 好 那我就開始講 大家好 我是PN5 今天我會以較輕鬆的方式和大家分享 為學校網站測試做幹苦談 你們可以叫我小屏就好 那一開始我會先每舉幾個 為導入測試與回報機制的 慘痛專案經歷 接著是我所經歷的測試 都是怎麼進行的 那單位部門在導入 初期導入測試的時候 會遇到哪些問題 以及我們的解決方式是什麼 那在後半部我會提供大家 為我接觸到幾種語言的測試工具 那最後再和大家一起回顧一下 關於測試還有哪些值得改進的地方 並且總結 那和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在Unity剛在台灣發展沒多久的時候 就是中文資源不多 我在FB上面創了一個 Unity 3D Game Design的FB社團 你現在搜尋應該也找得到 那我去年在國立情侶科技大學 志工系畢業了 那這兩三年來我都在研討會的餐飲組社群 研討會的社群參與組當班底 那同時我也是Android APP的開發者 那你在Google Play上面搜尋我的名字 應該可以找到我已經有商家的幾個APP 然後我從大學開始以來 我就一直使用Java到現在 因為它餵飽我了好幾頓飯這樣子 那在參加研討會的時候 常常會有人跟我講說 用那個什麼派上比較好來用Go啊 那個Java遺食之類的 但是大家都把Java說那麼爛 那要是我不要Java就沒有人要Java了嘛 所以我就繼續使用Java 那自從我追到我現在的女朋友之後呢 我已經變成貓奴了 所以在接下來的Slide裡面 會有很多我家咪嚕的照片 那大家這樣應該就比較不會睡著了吧 好那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們為什麼要做測試 我們在開發一個軟體 或是一個系統的時候呢 我們都先預想使用者的預設操作 那它會經過預設的系統流程 最後給你預期的結果 那現在你知道這些都不對嘛 你一定會有人亂踹啊 什麼Sequent Injection之類的 或者是你程式碼寫得不好 那讓它有了錯誤的流程 這些東西對於行政系統 或者是經流系統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做測試 我們希望在系統上限前 有一段足夠的時間 可以找出問題 並且在這段時間內 然後交給使用者之前 我們就已經把問題解決了 不然在系統上限後 我們再來修改問題的那個成本 或者是代價常常都是會還蠻大的 所以在我們不管有沒有測試 我們東西上限的時候 我們不樂見發聲 呃... 上限之後才說到系統有問題 有沒有 那個... 欸?你們沒有看到我的slide walk? 不好意思 剛剛這些都沒有看到嗎? whatever 好... 我要不要重講一次 好啦... 這是我... 這是朋友幫我做的圖片 不知道寫了一個什麼匪句 因為我是常當餐飲組長 或是餐飲組顧應班 他說當心如止水變宜蘭治德 上面這兩個字長頭是便當 因為我常在發便當 好... 那這是我家秘魯的照片 所以等一下可能會有很多貓貓的圖片 好... 所以為什麼要做測試 因為你會有覆蓄的結果 我們要把它排除掉 所以我們希望在系統上限之前 就找出問題 並且解決問題 那我們不樂見發生的事情 是系統上限之後 收到通報說 系統用起來有問題 呃... 或者是... 呃... 通報機制不完善 使用者求助無門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嘛 就是... 有個故事是說 有一天都愛夢壞掉了 結果... 小丁告訴... 大雄說 開發者所在的... 位置是最高機密 就連... 他們也不曉得開發者在哪裡 所以你遇到的問題 也沒辦法解決掉 這樣就不太好了 那... 呃... 測試為什麼很重要 我就舉個簡單的例子 最好發揮就是... 資訊洩漏嘛 大家都有興趣的東西 第二例子是 某國立科技大學的 校務行政系統學生篇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畫面有什麼問題呢 你們可以看到最左上角 就是... 呃... 我要輸入贊號密碼 但是你... 沒有給我HTTPS加密 那... 這... 你大概可以原諒說 工程式在開發 是以功能在導向 所以這些... 細碎的東西 他可能沒有時間注意 那再看另外的東西是... 哦... 我們學校有驗證嘛 他很好的 先告訴你 哦... 我就是對這個網址做存取 然後我... 送出來的亂數就是... 接在後面了 所以你寫個BUT就可以繞過這個 你寫好的功能 但其實上它沒有發揮功能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例子 這是某國立科技大學的書類學習平台 很多學校都用嘛 那... 目前看起來有一樣的問題 那... 這個網站在你登錄的時候 至少它會幫你的密碼加密 我們來看一下它是怎麼做的 它把JavaScript很... 密碼放在上面 然後使用的加密函數是... Base64跟DS 那這兩個函數就是... 你可以... 呃... 還原成原本的密碼嘛 所以你用這樣子加密也... 也沒有用啊 最誇張的是... 那個... 呃... JavaScript應該要給它一個... 呃... 模糊一下嘛 那我一個人... 大家隨手按下... F12 瀏覽器內建功能 你就可以看到了 這樣... 不太好啊 那... 再舉最後一個例子 這是... 某... 國立科技大學 資工系底下 某個子系統 呃... 連資工系都會犯說 你在你的Response header裡面 告訴我說 我是用Apache 2.2.8 Windows 32 跟PHP 5.2.6 呃... 呃... 這種系統... 這種事情就... 盡量避免 只要資訊洩漏你的網站 對我可能有問題 那... 實際上 為學校網站系統做測試 呃... 不只是資訊洩漏你 就是... 最主要的是 你那個流程要對 或者是你選科系統出來的結果 要... 要是公平 不要有邏輯上的錯誤之類的 啊... 所以... 呃... 堂堂教育部發展計畫的典範科大 你網站一大堆得懂 這樣... 就不太好了 所以你問我為什麼要測試 我問你為什麼不做測試 那黑傑克就講 你為什麼要放棄治療 所以我們先想像一下 測試都是怎麼進行的 想像一 黃色小鴨測試法 一個工程師在晚上加班的時候 拿著一隻黃色小鴨 一行一行的唸給他聽 那你就可以以此激發靈感說 我這行程式沒有邏輯上的問題 或是寫的不夠完善 那個維基百科講的 那你拿一隻比較可愛的鴨子 可能會高興一點 那我們再做下一個想像 黃色小貓測試法 這是我發明的測試法 因為黃色小孩可以幫你找Bug 那你晚上寫程式心情不好 在旁邊放一隻黃色小貓 可以讓你比較愉悅的編程 這張照片是拍攝在 在SICCON和CCCA在新竹的定期劇 是我家的秘魯 好 想像三 你的測試是配二婆歸名 就是你兩人一組 用同一台電腦寫程式 那你可能是找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其他夥伴 然後你寫程式碼 另外一個人就讀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兩個人就可以互相的去把程式碼糾錯 那這也是配二婆歸名 大家認識他嗎 一個是我們今年的獎者 另外一個是我們前兩年的總招 配二婆歸名 感情很好 對 好 所以 因為 一層名稱在投稿的時候 有字數上限 所以我就只好修改成比較短的版本 那這個才是我 本來一層名稱 我的本來一層名稱是 第一次為學校網站 真錯就上手 錯 怎麼可能第一次就上手 辛酸甘苦談 我是偏誤 好 那稍等我一下 好 那我們這個議程呢 我 因為知道SeaCon大部分的會眾 是以未接觸 或者是未參加過 研討會社群為準 所以我們只做分享 不談手法 那希望能激發大家對測試的興趣 並且在揮後能夠繼續學習或討論 好 那我為什麼會開始接觸測試這件事情呢 故事是這樣子的 有一天我逛學校BBS 發現校記中在真才 他說他要照那個軟體測試的公讀神 那我們看一下他列的應徵條件是什麼 他說你 他列了一些程式員 你只要會其中一個 Database兩個裡面選一個 所以我很天真的在專長上面寫 GSP跟MySQL 那我換到什麼工作呢 換到Windows SP單內跟MSSQL的工作 現在知道我接下來的日子不好過 那有一天呢 我們換了另外的責任要測試 我很開心看到PHP 哇 我終於可以比較接近我的Domain吧 應該是Linus跟MySQL 錯 是Windows跟MSSQL 好 那日子一樣還是不太好過 那這時候你就開始感嘆了有沒有 輸到用時放很少 人才都是緊又廣 錯 才不是輸到用時放很少 就是 你要給我一個我正確的領域 我才可以做比較好的測試啊 當然你應徵上你就要 壓著投屏你就硬幹了嘛 好 所以進入正題 我們到底在 我們單位在做測試的時候 都是怎麼進行的呢 我們有一個MATIS BT系統 我們所有的相關人員 都會在這個系統上面 提交BUG 或者是給你我們現在的修復進度 或者是我們的開發進度 或者是測試的進度 都會寫在上面 那我們對一個系統的目前測試架構呢 是我們有三組DB 這三組DB 在一開始都是同一份網站系統 clone 出來的 那在不同的DB 會有不同的人區使用 那在線開發用的DB 就是開發者跟你這個系統 要使用的一些人 跟專案主管 會在這上面運行 那測試用的DB 當然就是測試人員 那專案主管 也還是要在裡面 對照組DB 還是有專案主管在裡面 所以專案主管很重要 那對照組 這些東西 我們到底是 如何去界定它的使用方式呢 就是我們那個系統 通常都是上線很趕 所以我們 開發者功能會一直加 那我們就把這部分隔開來 他做他的功能新增 那我們做我們的測試 那使用者也是在在線DB 適用功能 所以 要是開發的功能不符合需求 使用者會馬上反應 那測試工程式就是 他clone出來是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就在上面 把程式碼做測試或重構 那對照組這個比較特別 是因為 我clone出來了 但是我對這個版本做的測試 跟你現在新開發出來的功能 兩站系統的程式碼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把網站測試完的時候 我會在對照組VM 就是把有變更的部分 update上去 那update之後再跟開發者說 我們協調一下 我這些改好的部分 你幫我update回到你的 在線開發用VM 那你再把你有開發的部分 再給我到對照組VM 那再來一次一樣的有流程 直到這個網站開發上線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用這種架構錯測試 我剛剛有講到就是我們的開發時程很趕 而且我們是在網站已經開始開發一段時間了 我們才加入這個專案裡面 那因為開發時程很趕 我們不要影響開發者本來的習慣 然後有時候你不小心把東西測壞 你就網站使用者就會complain 所以我們測試跟開發是分開進行的 那在專案進行中才導入測試這件事情 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規劃專案的時候 你沒有寫一個詳盡的測試計畫 那這個網站雖然有功能 但不一定是以軟體測試的角度而言是能夠測試的 所以有些事情我們做起來就會幫手幫腳 那等一下我會為大家說明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測試的人都在做什麼 主要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Unit Testing跟System Testing 而要注意的是任何一間企業的任何一個IT部門 他們對於軟體測試的定義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進行方式也是不太一樣 這是我們目前使用的方式 那Unit Testing你首先要有Unit嘛 那我剛剛就講如果你在專案計畫的時候 你沒有把你的程式寫成物件導向的 就是一個典型Unit底下是一個類別底下的方法 你沒有用物件導向方法寫 那有可能就代表著你這個網站是沒有辦法被測試的 那假設我們已經有Unit了 那我們就編寫測試案例 每一個測試案例都是特別的 就盡量符合使用者有可能會產生的操作 那當你對一個功能測完了或者是你的網站測完 你要生一個coder coverage的報告 就是說我測了百分之多少 那哪些地方有問題哪些地方沒有 那我們這邊對於System Testing的定義是 我們三個系統的版本都不一致嘛 那開發工程是有它的開發環境 它的開發環境不代表我能夠測試 所以它clone出來的VM我還會再做修改 那對於這三個VM的差異 我們就會找另外一個測試工讀生去測說 我這樣改之後出現的問題我要怎麼修正 才可以在在線開發的VM上面 正常的執行的網站系統 好 那接下來就是先為大家介紹幾個我們有用到的測試工具 那我們第一個接到的專案是用SP檔內寫的嘛 那第一個就是介紹Visio Studio 而不是私心的說我們要先介紹微軟 只是我們第一個遇到的專案 那Visio Studio上面它很多東西問你整合好了嘛 像是它裡面有一個測試總管 測試總管裡面它可以提供給你 Unit Testing的測試案例列表給你 哪些測過了哪些沒有用圖像化的方式告訴你 那測試總管也可以提供你程式碼的涵蓋測試 它可以告訴你說我這個類別底下的哪些方法 你寫的測試案例我已經執行了 那哪些部分沒有被執行到 那當然它也可以提供給你程式碼範圍的涵蓋著色 就是你可以一目瞭然說我這些程式碼為什麼它沒有執行 就是沒有經過那有些有經過了 這樣可以幫助你做測試 但是我覺得Visio Studio最好用的功能是它有一個Coder Map 它可以用圖像化的方式告訴你說 我現在這個Unit在哪個類別底下 那哪些人呼叫了我 那我又去呼叫哪些人 它把它整個執行流程都給你了 這樣我們在做Trace的時候比較便利 那另外一個是PHP測試工具的介紹 沒東西 那PHP也有PHP Unit 這是單元測試框架 那一開始我們裝得很辛苦 那另外一個是骨架生成器 骨架生成器就是你在寫測試案例的時候 其實它外面的皮是一樣的 你都寫一樣的程式碼 那只差在你的預期輸入跟預期輸出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一直寫重複的程式碼很痛苦 那這個骨架生成器可以幫你把輸入輸出包起來 那PHP也有Coder Coverage 那這三個東西 一般來講你都要自己裝 那反正我用了IDE Netherbench 它只要你把你的這些套件的路徑給它 它還就可以在你的ID上面 就是跑出你要的結果這樣子 那差不多我們在Visual Studio有做到的事情 然後有用到的功能在 在NetBeam裡面都可以做到 那還有其他測試工具我們有用 就是比方說程式碼品質的分析工具 Web UI測試的工具 就是我們有去找 但是我們沒有時間使用它 所以如果有人用的話 也歡迎我們一起來分享一下 那最後一個Schoolie它比較特別 我沒有實際去使用 但是它的使用方式是 你對一個Web的畫面截圖 那你截圖截圖截圖 它就可以幫你對那些畫面去做UI的測試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先來小結一下 就是你測試的時候 可能遇到很多的問題 那開發者他專注的是 你的功能有沒有完成 那盡量不讓他去做瑣碎思考 比方說我的HTTPS加密怎麼用 我們可以叫測試人員測完之後再告訴他 那這兩個分開進行 或許它在開發上會比較方便 那我剛剛說我們測試分開來做 測試跟開發分開來做是不得已的 因為我們的測試計畫 不是在一開始專案規劃的時候就有的 但是要是時間上允許的話 我們希望在專案開發之前 你就要叫測試人員就贏這個團隊 然後我們一起去協調說你的網站怎麼開發 我會比較好幫你測試 那這樣才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那個測試計畫要完善嘛 但是你的測試計畫裡面要包含哪些東西 那個就取決於你到底重視什麼 如果你重視的是 那個你的網站要不要資訊洩漏 或者是你的網站流程要公平的話 那就是自己在斟酌這樣子 那剛剛有講到 你要有足夠的時間進行開發跟測試 所以台灣一個常態就是 你開發東西都很趕 然後就有點血汗 那另外一個是 你要有健全的問題回報機制 就像我們使用MATIS-BT 那你不要讓使用者求助屋門 那很重要的是學Git 因為我們剛剛有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我有三個VM 那上面的程式碼版本都不一致 你有Git它可以很方便幫你做Diff 那我們開發者沒有空用Git 所以我們測試人員就會更辛苦 我們自己要去做那個程式碼的查一筆對這樣子 那為大家推薦一下幾個網路資源 第一個是你一定要學Git 所以有一個網路資源是 30天精通Kit版本控管 那另外一個 微軟它自己網站有教你說你的測試 有怎樣進行的也有教程 那在上個學期就是 這個一月底的樣子吧 那個Open Foundry有在交大辦一場活動叫做 不是教大 清大 叫第一次用PHPUnit寫測試就上手 那他們這個網站上面的投影片也已經釋出了 然後那個時候的錄影也在YouTube上面 這邊也可以為大家分享一下 我去聽那一場的時候 那有一些人也是在為學校網站系統做測試 有一個常態是很多的測試人員 就是發現網站都是不能測試的 所以我們的第一個動作就是 先把沒有物件導向程式 或是沒有Unit的程式 讓它有Unit我們才可以測試 那你知道你要去了解另外一個人的寫程式邏輯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你在做Unit這件事就會變得很慢 那績效看不出來主管就會覺得 怎麼測試人員都沒有績效 都沒有在做事是不是 其實不是我們再把網站重寫一遍這樣 很辛苦 好 那另外一個是Netflix上面 下面也有教你它的PHP Unit要怎麼使用 那其實有很多關於軟體測試的數據 它會以更專業的方式告訴你說 我對於一套軟體或是一個系統要怎麼測試 那其中一本書我帶來 大家等一下有空可以來前面 我們一起看看之類的 它是軟體測試實務講座 那是理性操作的 那另外幾本圖片我放在Facebook上面 如果你follow我的話應該也看得到這些書 好 我發現我的語速太快了 現在才過 才過了30分鐘嗎 20分鐘 那我大概還有十來分鐘的時間 我先想推廣一下 就是Unity UGDC這個Facebook 這個Facebook group你可以搜尋得到 我們裡面有很多朋友 就是會分享他的學習資源或是成品發表 那如果你對Unity或者是遊戲開發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加入我們這個group 那大家都沒有拿出手機掃QR Code 好 那算了 好 那另外再想推廣一個是 我們交大土木工程系的碩士班資訊組 成真學弟妹 就是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土木系為什麼要資訊組 其實現在各行各業或是各領域都對於 資訊應用已經有 就是你現在不能沒有資訊嘛 那交大土木資訊組就有在爭這些 你對土木或者是對資訊有興趣的人 那我們在土木領域裡面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就是如果你對上面這些東西有興趣 或者是你的興趣不只是這些 你也可以來土木系做個BUT 自動蓋個房子之類的 現在3DP很流行嘛 所以目前這些像Unity 3D、Arduino、Android或者是Raspberry Pi 都是我們已經有正在使用在土木技術上面的 那像有些無線感測網路 我們在高架橋或者是什麼東西上面 會偵測你一個建築系統到底是安全不安全 這在土木領域裡面也有用到 那地理資訊系統或者是人工智慧類神經網路 我們也都有運用 那歡迎大家在... 今年已經來不及了 但是明年可以考慮看看這樣 好 那這個是我們slide的網址 如果你懶得插網址也可以掃QR Code 那你就不用做筆記做得那麼辛苦 那今天沒意外的話 我都會待在R2直到Lighting Talk前 那我們可以一起到前面交流一下這樣 好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議程 謝謝大家 謝謝小平為我們帶來精彩的議程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想要問小平的嗎 你座位前面的麥克風可以按下去就可以發話了 所以你不用太大聲也可以這樣 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再次謝謝小平 那邊有一個人有問題 你好 就是... 我要問... 不是這個議程啦 就是我剛剛有看到你有Unity的問題 是 那... 不是Unity的問題 Unity的社團啦 因為我們公司有同事也是用Unity 是 所以我會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就是我同事常遇到Windows跟Mac之間開發 會有那個... 那個什麼... UTF8BOM問題 那我想說你有沒有遇到類似狀況 呃...沒有 因為我用Unity都是在Windows上面的 對 好...那謝謝 還有其他想問我問題嗎 如果...呃...不是這個議程相關的 其實也可以啦 那...現在是11點38 呃... 呃... 也可以跟大家講一個故事是 我在研討會都是參加餐飲組嘛 那今天大家都有問我說 欸小平你到底是不是今天的工作人員啊 我就說 呃...我不是...我的議程一結束就要午餐了 所以我不能幫大家發便當 唯一能幫助到大家就是 大概在議程結束的前十分鐘 可以放大家出去趕快去領便當吃之類的 對啊...那...沒問題了嗎 好...那今天就到這囉 好...謝謝 謝謝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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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小平